就来room tour一下 这次住的防御旅馆 因为这次其实是非常紧急的回台湾嘛 所以两天前才决定机票 然后开始找防御旅馆 非常给力的朋友 帮我订到了一间很不错的饭店 也有一些折扣 这个人情我记住了 刚进来觉得这个房间太漂亮了 所以现在肚子超饿 还是必须要先来拍一下room tour给大家看 我这样转过去 大家就知道了 看一下 是不是很厉害 就是从门口 左边一进来呢 有微波炉 然后热血壶 咖啡 还有茶叶 而且是罐中的茶叶 好厉害 然后咖啡机 还有四瓶水 饮料的选择超多的 然后还有给面子 卫生纸 微波炉超赞 然后有冰箱 然后呢 一进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客厅 客厅 客厅 然后坐在沙发上就可以看电视 坐在这边感觉超级舒服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全身镜 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呢 就是右手边这边的话 这是书房 书房 书房 这边有工作区 超棒的 我就可以用我的笔电了 然后衣柜在这边 这个衣柜 哇 也是非常的处处有余 我是先把我的心理放在这边 因为实在太兴奋了 想说先拍起来如托 然后呢 客厅的旁边 就是卧室 卧室 卧室 那个床 很大 然后呢 它是两边采光 那再过来这边呢 就是卧室 卧室 有一个很大的浴缸 这浴缸 还是按摩浴缸欸 我的天啊 然后呢 也有shower的地方 然后还有棉质马桶 这整个很舒服 它这里面最酷 最厉害的就是 它居然有一个阳台 然后是可以出去的 打开来 就是阳台 然后还可以看到101 太赞了 非常感谢我给力的朋友 帮我敲到了一个 很厉害的房 然后这边采光就很好 就是有双面采光 这边采光 阳台这边也采光 然后浴室这边也采光 我觉得这间房间最跑的地方 就是它有分区的感觉 就是有一个类似客厅的小区域 然后有一个可以工作的 书房空间 然后是卧室空间 就觉得 虽然是隔离 但是也很有家的感觉 我觉得好像比我家还好 从这个角落看出去 哇 这房间真的是太棒了吧 而且我觉得回台湾 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好亲切 包括机场的工作人员 饭店的工作人员 都非常的客气有礼貌 就非常的亲切 原本我以前 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感觉 网路上就看到很多人就说 就是这些国外人 跟我回来 好像我们是什么 把病毒带进来的坏人一样 但是这次回来 是觉得 一路上遇到的人都很亲切 莫名其妙想哭是什么回事 好 总之我现在 要来把行李放一放 然后洗个澡 然后吃饭 因为现在已经一点多了 但是我都还没有吃饭 肚子好饿 好 那先这样子 回台湾的第二餐 来吃卤味 但是我好像点太多了 哈哈哈哈 大肠 干啥 韩国有烤大肠 但是没有这种卤大肠 甲白笋 韩国也没有甲白笋 也是想吃很久了 嗯 甲白笋 猪血糕 韩国也没有猪血糕 哈哈哈哈 还要爱吃血糕 这种很糯糯的口感 嗯 我点的是灯笼卤耶 其实它离饭店有点距离 要等比较久一点点 但是 因为我以前住在石大附近 所以就想要回味一下 呵呵 高丽菜 因为韩国的高丽菜 没有台湾那么香甜好吃 嗯 韩国高丽菜比较硬 然后 没有那么鲜甜 大家反正就想说 我是多饿 怎么会反应那么夸张 但你们都知道 我已经快三年 没有吃到这些东西了 唉 第二天的早餐 点了饭团 哇 好好一杯无糖豆酱 怕蔬菜吃不够 所以我用Uber也 买了一些蔬菜 虽然没办法煮 但是就可以生吃 我觉得这个房间最棒的就是 还有书桌这一区 有一张这种电脑椅啊 就不需要说坐在化妆椅上面 使用电脑工作 而是有一个真正的办公空间 可以好好的使用 那这次回台湾隔离呢 是我第一次 这么长时间的 待在一个空间里面 当然这个饭间是非常舒服 但我就想说 啊不能运动 那就有另外带了弹力绳 有带一颗按摩球做放松 另外还有带了这个按摩的仪器 就这样按一下 然后就可以调整它里面的强度 它也共有15个强度 那我通常都是调大概10 就觉得还蛮够的了 然后又有一个温热的功能 那它就会温热热的 然后一直震动 按摩这个脖子的部分 像隔离期间 就还是一直用电脑的工作 按摩球 或是用手比较难去 放松到脖子这一块 用这个就还蛮方便的 这样折起来 就可以收到袋子里面 非常小巧又方便的 一个折压的工具 那我自己觉得最棒的是 当你坐在这个马桶上厕所的时候呢 你看出去的就是一整片城市的风景 这是我手洗衣服在晾的 晚上的夜景超级美 就可以看到101 这边也是城市的风景 一直很开阔 看来很舒服 你坐在马桶上 就可以看到101的风景喔 就常常是边上厕所 然后边看着远方 觉得好舒畅 而不是说心中很舒畅 然后对也很舒畅 还有朋友就送了一组洗髮精给我 就让我有好康斯的感觉 好像在饭店里面度假喔 那这几天用下来觉得也蛮好用的 这个牌子叫做Enelo 我之前有去过他们 趁水洞的Papa Store 觉得这个牌子的香气 然后还有使用起来的感觉都很好 那这洗髮精里面是有颗粒 有点磨砂的感觉喔 洗完之后呢 头皮会有凉凉的感觉 感谢朋友就是送了我这罐Enelo的洗髮产品 今天是隔离的最后一天 前一天晚上就直接隔离了 这是我在这个饭店的最后两小时 我家不在台北嘛 在最后这两小时呢 去吃一下台北的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 走路去布航豆浆 记者学籍好像观光客 这就是我住的饭店啦 天阁饭店的长安馆 它就是林森北跟长安东的交叉口路径 我住的是这一户 可以看到这边的井 也可以看到左边的井 布航豆浆的部分呢 就放到下支影片 现在已经是吃完豆浆 然后已经真的把包好了 就给大家看看 最后一眼这个饭店的样子 因为它真的是太美了 这个门一进来 就是一个吧台料理区 有咖啡机 这边咖啡很好喝 大腿 还有微波炉冰箱 微波炉先开这个 它才会开始启动 很大的镜子 接着是一个小的客厅 然后外面也是很棒的view 远方的山就非常的美 然后 我的床 有沙发 这样走过来 浴室 我真的超爱这个浴室的 这浴室真的超超超超超棒 真的超级舒服的 然后这样开门 走出去 就有个小庭院 然后平常早上我都会在这边冥想 然后我做个瑜伽什么的 就是城市的风景线 但是还可以看到远山 真的是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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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的一个饭店 我就还开玩笑 跟我帮我订房的朋友说 我可不可以坐到跨年 太舒服了 很不想离开 好 但是终究还是要check out 那在台湾的期间呢 我可能也会到处走走晃晃 或者去台北啊 或者说下南部啊 又或者跟家人出去玩啊 就有一些生活的记录吧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继续追踪下去 我就是好久没有回台湾 有一个很不熟悉又熟悉的感觉 就感觉到一些文化差异 就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突然觉得 我把韩国的习惯带回来台湾了 那之后呢 也在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啦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